撒拉撒迪 我每天晚上 我家裡有一尊撒拉撒迪 每天晚上 我會招呼家裡 樓上 這個樓下是大 我這個南山雅舍 樓上供奉 第一尊現在供奉的又變不一樣 但是還是第一個還是 南無地藏王菩薩 再來呢 是吉祥天 吉祥天 那再來呢 是釋迦牟尼佛 按照次序 然後大方法王金剛 然後觀世音菩薩 高王觀世音菩薩 再來就是撒拉撒迪 撒拉撒迪呢 這邊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旁邊是利度母 白度母 另外還有一尊珍寶金 再來是有一尊 道家的李洞賓祖師 蓮華神大師 心增加的就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馬哈巴拉 馬哈巴拉 ヤマタガ 跟不動明亡 再來是黑色的憤怒母 黑憤怒母 然後再來是 搖持金母大天尊 蓮華神大師 阿彌陀佛 金剛撒陀 大威德金剛 不動明亡 底下是所有的地神 再稱呼歸宿諸尊 一切本尊 最高的本尊佛 阿達爾瑪佛 另外 伊西叉嘎 到了房間呢 是十人金剛佛 搖持金母大天尊 佛陀金剛 稱呼羅夏珠珠 一切本尊 這整個南山亞瑟的功後 就是這樣 羅夏珠尊 那不得了了 唸起來的話唸不完 只有羅夏珠尊 這樣子稱呼 還有歸宿珠尊 歸宿珠尊也唸不完 就整個都這樣子稱呼 每天晚上一定要稱呼 那沙拉薩蒂 是在高昂觀世音菩薩的前面 供來尊沙拉薩蒂 我是沒有依照大小 如果依大小的話 最高稱呼的就是 阿達爾瑪佛 就是本尊佛 那是最高的 就是家裡 每天晚上 我從這個 要睡覺以前 把他們全部稱呼完 然後 然後 到他自己的房間 再跟 搖子金母大天尊 跟虎陀金剛 做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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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十輪金剛 跟六丁六甲 神舟 做祈禱 然後再上床睡覺 最後再上床睡覺 睡覺的時候 再做明光法 每天晚上要睡覺 就要花這麼多的功夫 這個 祈禱 每天晚上 我是最後的祈禱 是跟 搖子金母大天尊 跟這個 骨頭金剛 做祈禱 這兩尊最後祈禱 還有十輪金剛佛 跟六丁六甲 神舟是做結界 然後上了床 閉上眼睛 就開始修明光法 明光法修完了 就 就 進入夢鄉 就睡覺了 這樣就睡了 睡了 晚上大部分要起來一次 一次 一次兩次是正常的 三次以上就是頻尿 三次以上就是頻尿 大部分來講 我都是 晚上都會起來一次 或者兩次 算是正常 要喝的水太多 喝水喝太多 晚上睡覺 那麼妙音 沙沙迪 是我們每天要稱呼的 我會不會 不然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